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万火之欧385-393 103 元神5.0纳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 加全热物 加陶侠 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 加传送点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宝箱成就407 我们现在来到圣火经济长 这个共放火之音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领取这个 领取一把这个地理砍的这个钥匙 我们只需要领这个第18级的 好,领完了之后 我们这里回头 楼梯上来 这里往左转 也继续往左转 我们继续做在这个 合成胎这个任务 它就在这个外面 这里跟它对话 对话完之后 然后这里我们要调整时间 调整到这个 两天后 好,这里调完时间过后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任务点 左上方这个传送点 这是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地方 那这里跟着任务指引往前走 好,这里我们来到这个热物点 这里够它剧情 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特纳华 跟它对话 然后把这个正言 全部给它交互一下 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这里 这次跟它对话 然后这里聚域提交 好,对话完之后 我们就被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好,这里往东方向 地图右边 往前走 在前往这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长颈鹿 往加这个长颈鹿 然后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往前走 这里前往过来 并且对话完之后 好,我们先往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进入到这个山洞 这里是一个普通宝箱 跟一个金字 遗珠起壁 极光片 摆下地图 这里来到圣火竞技场 下面这个传送点 这个任务点旁边 来给它对话 那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里 然后这个要护栏这里 往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 再看向前方这个柱子 那柱子上面这里有一个火神筒 所以飞过来 夹这个火神筒 然后我们再朝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往前飞 这里来到这棵树 树底下 在这有一堆石柱 这个秘境说一下 它是要用到三个叶枝域碎片 然后自动合成一个完整的叶枝域 并且提交 提交之后 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秘境 这里是怎么获得的呢 在我们这个 右下方这个区域 这个开宝箱获得的 这里我们已经全部拿了 直接提交可以 没有就是你漏了 这次自动合成的 三个残变合成一个完整的 然后我们再点击触碰 接到这里面 好接到这个试炼之所往前走 在这个正前华丽宝箱旁边 有一只猫 无必行机 来这里跟这个猫对话 选这个第一项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清一下怪 好对话完获得一个成就 然后解锁周围五个宝箱 宝箱来全部开启运蛇出动 好开完这五个宝箱过后 我们打开下地图 来到这个上方的这个财新之秋 左边这一个地面上的传送点 然后传承之后 揣着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们去开一下这个电影刊 墓碧信机 这个区域之前没码就是因为卡任务 还有卡电影刊 实在我们开完应该就满了 哦哦 墓碧信机 来开启 偶遇植物 开完这个宝箱过后 我们打开一下地图 哦不用啊 这里我们直接跑过去吧 往东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前飞 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侧 左侧这个山的这个背后 有一个NPC 好 最后下方这一个海谷处 来这里跟这个NPC对话 这里提加一下这个产片 大家应该都有啊 只要你正产歌应该都有 啊 记得交互一下 好 给我们这个 华丽的宝箱 然后这个宝箱之后啊 我们打开一下地图 比 呃 截两个 石盒子啊 每要的话就截根 不要就看下一笔就可以了 然后下方这个传送碟 然后朝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来到这个雪岸边往前飞 好 看一下我们右前方这个 比较矮的这个石柱这里啊 因为之前没剪 剩下这里不好拿 来这里我们来 夹到这个石盒子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我们要绕过前方这个石柱 从这个缺口这里出来 然后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好 下一个石盒子是在对面啊 对面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石柱上 这里也有一个 最下这个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